屏東發生了驚險的車禍事故 駕駛開車行進仿山鄉 疑似是謊神撞上了路旁的 攤商招牌與車棚 撞其力道之大 撞擊到了車頭內的一部轎車 還導致兩名乘客受傷 另外呢是高雄有駕駛 疑似是沒有打到 P檔就下車離開 導致車輛失控滑行 撞進了一旁的粽子店家 但馬路上一部銀色照超行駛過來 但這方向似乎不太對 碰到一身朝轉角店家 直直撞過去最外側餐車最先走夭 不只被撞凹氣劇四散 民眾聽到嚇壞趕緊上前關心 不過駕駛呢 竟然不在車上 而是從對面急忙跑過來 撞車啦 大家都一直來 大家都嚇一跳 這事發生18號早上10點多 原來當時50歲王姓男子 把車停在鳳山區南疆街路爬 疑似沒打P檔就下車離去 導致車輛失控滑行 直撞當地一家知名肉粽店 很離譜啊 我說你的車子停哪裡啊 他說停在那邊 他下來拿一下東西而已啊 所幸會造成人員傷亡 相關肇事情形 能送交通大隊監視分析 沒人受傷 但這一罩知名肉粽店 採損恐怕不少 通常驚險情形也發生在屏東 驚聲尖叫車輛朝路邊攤傷車棚 撞進去現場被撞得一團亂 有沒有很久 他怎麼會這樣 我都不猛 駕駛似乎也很慌張 事發現在時間要下午3點多 64歲蔡姓男子開車行驚放山香 途中疑似晃神才會肇事 駕駛及乘客三人受輕微差錯傷 自行就醫 駕駛人酒車子為零 駕駛還是得試精神狀況在開車上路 避免發生危險 記者歌手頻道做不到